位於曼城公主街秘倫楊城樓的楊城東方酒店 近七月份開張 有房間四十八個 動作還以每個房間的裝修獨特 以及建立了東西文化的特色作為招來 花了七年的時間 投資九百萬英鎊 將近個維多利亞時期的倉庫 建為精品酒店的楊具文化 本來酒店在秋季入住率已經品部尚養 但是當達到年九年卻直線下降 而最大的製品商輕房租一朗物起 最關鍵的問題是我們開門開張的時候 在七月很短的時間之後 整個經濟 全世界經濟都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有一個全球的金融風暴 在英國來說 我們已經是踏入了 很多人說是從1993年 還沒見過的 的recession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 市場的那個 反覆都很交換 我們的business plan 其實是三年前定下來的 我們的business plan定下來的時候 市場的環境 跟現在兩回事 當時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的business plan 就說我們會達到某個水平的 入住率某個水平的房租 但是這兩樣東西 在現在這個環境是達不到 這個房租和入住率 在去年11月和10月 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今年1月 我們看到整個市場 繼續消沉下去 最大的問題 都不是入住率 因為入住率 我們經過這幾年 這幾個月的經營 已經開始達到一個 可以接受的水平了 但是房租呢 就跌了很 相當厲害 有些這個問題 是一個大型的問題 因為 所有的大公司 對於職員的 出去做生意的 或者是給他們的expense 都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在影響最大的 就是聖級的酒店